到少林寺门口了 这个就是电影上经常能看到那个片头啊 最经典的山门 进去看看啊 上个视频我们游览了镇寺之宝和藏经阁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参观 这个是藏经阁啊 从藏经阁出来 这个院子可是厉害了 这个是方丈使少林寺方丈住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院子 看看 不是很大 方丈是武功最厉害的啊 上面挂的牌匾方丈 为什么叫方丈呢 是因为那个一尺建方 所以是方丈 以前乾隆来的时候 在这里住过啊 所以也叫龙亭 现在上面上锁的呢 不知道现在方丈在不在里面住了 现在 其他寺庙的方丈使都不在中轴线上啊 所以这个少林寺的方丈使规格更高 往后看一看 方丈使的后面就是利雪亭 利雪亭有一个断臂求法的故事 这边是达摩平时在这里住的地方啊 然后河南这边有一个僧人叫神光 他就想拜这个达摩为师 让达摩传授他佛法 但是达摩呢就不愿意啊 不同意 因为神光是信仰道教的 现在他又在想学习佛教的佛法 所以达摩祖师不愿意收他这个弟子啊 认为他三心二意学不会 但是神光特别的虔诚 有一天呢就天降大雪 鹅毛般的大雪啊 他就站在这个门口等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第二天早上呢 才出来 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雪人啊 这个大雪把它都给覆盖了 他就跟神光说 除非这个降的雪是红色的 我才收你为图啊 神光一听这话呢 抽出一把刀 把自己的左臂就砍断了 然后他的鲜血就染红了地上的白雪 他说师父 现在是天降红雪了 就这样呢 达摩祖师被他感动了 就收他为图 给他改名叫慧客 这就是少林寺第二代祖师 慧客断臂求法的故事 所以现在少林寺的僧人啊 这个他们的身袍 都不盖住这个左臂 左臂这边都是空的 而且是单手 这样子的啊 就是这个原因 这求法的成本太大了啊 从丽雪亭过来 就是最后一个大殿 这个大殿里面 有留下这个少林武僧 练功的一些痕迹啊 看这个大殿里面的地面 都是坑坑洼洼的 凹凸不平啊 你看这个 这个砖块都被剁碎了 这就是他们练功留下的 是不是有个疑问 院子里这么大 为什么要躲在房子里练功啊 因为明朝时候不让他们练功 所以悄悄的躲到那里面练功 门口有一个达摩祖师的像 日本人赠送的啊 达摩祖师光着脚啊 手里拿着他的鞋 一尾渡浆 就是他渡浆的时候 脚上踩的一个鲁尾 就这样就能渡过来 其实像他们这个高僧法力的人啊 可以凭空渡浆 但是为了照顾凡人的感情 就是拿了一个鲁尾 参观完少林寺 最后一站要到这个塔林看一下 这里面全都是佛塔 这就是高僧去世以后 埋在这里啊 其实是个墓地 现在有248座佛塔 那就是有248个高僧埋在这里了 有的佛塔是五成 有的是七成 七成就是最高等级了 救人一灭 甚至七级浮屠嘛 就是这个是七成的 这个是五成的 还有其他两成三成的都有 这个是三成的 少林寺那个电影里面 就有李连杰 在这个塔林练功的场景啊 这个地方本来是应该很安静的地方啊 高深安息的地方 但是现在很多游客啊 在这里参观游览 这个塔的历史太久远了 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都有 到现在呢 已经毁坏了很多了 这个是用木头织的呢 你看这个底上 本来是有那个尖剑的东西呢 这些上面都没有了 年代太久远了啊 没关系的话 对不起 为什么呢